奥迪发表了全新一代豪华五门先辈车A3 Sportback 换上新设计语言以及配备升级后 当与对手梅塞德斯奔驰A-Class 与BMW E系列分庭抗礼 目前已经开放欧洲市场预购 最快5月就能开始轿车 继承全新家族化特色 有棱有角的A3 Sportback 从头到尾充满了侵略感 除了整合日行灯的LED头灯组外 车头包括大面积六角钝型水线护罩与风潮隔山 下扰流和银色进气孔式板 以及16-17寸动感铝圈 车尾则拥有细长型LED尾灯组 以及隐藏式排气管和左右通风口式板 奥迪A3 Sportback车内布局变化更大 整个主控台采用不对称的效果 有着等同于驾驶飞机的包裹感 新车拥有10.25寸数位仪表 10.1寸最新MMI影音资讯娱乐系统的中控屏幕 HUD抬头显示器 并且使用传统实体按键的空调面板 新车目前共有三种引擎编程 分别是1.0升116匹的TFSI三缸涡轮引擎 1.5升150匹TFSI汽油涡轮引擎 以及2.0升148匹TDI柴油引擎 全车系皆提供6速手排或是S-Tronic 7速双离合首次排变速箱 首批车型将采用前驱 包着四轮驱动与其他插电式混合油电车型 随后才会提供 全新奥迪A3 Sportback 目前已经在欧洲地区已经开始接受订车 首批交车日期大约在5月以后 价格从28900欧元起跳